一个人一天树一起爱地球 响应111世界书行日 马来西亚新山此季幼儿园的孩子们 发起世界书行日签署活动 邀约爸爸妈妈一同响应无数爱地球 如果你有吃虽就会把动物全部杀 然后地球就会生病 因为做很多动物死掉了 动物死掉了怎样 就没有动物了 有趣可爱的树果图案 简单可口的饭团 孩子们用心准备 都是为了要推广素食 然后我们要跟到处人讲 我们要一起来吃树 吃烙烙不可以 要爱护公布 最重要的是启发孩子的慈悲心 他们会不舍得去吃那些小动物 他们觉得小动物跟人类是好朋友 从小启发他们的慈悲心 让他们以后长大可以变一个有爱心的人 喜欢他跟我们一起 喜欢他跟我们一起 很多动物被吃掉 谁吃掉动物 人类 经不起天真孩子的再三邀约 家长们纷纷响应 以实际行动支持健康蔬食 照顾地球 减少上身 然后也比较愈化 对地球会比较好 然后对健康也会比较好 就是少吃肉多吃菜 可能就从自己本身开始做起 然后就慢慢影响身边家人 其实全球化的一个趋势就是吃树 那么要怎样改变 我觉得可能就是要从小开始 那如果是说从幼儿园就开始提倡 让他们了解吃树的好处 那我觉得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这个饮食习惯 素食爱地球不只是孩子们的口号 家长们也陪伴孩子 为尊重其他的小生命和保护地球生态 而一起努力 大爱新闻真上美之宫 马来西亚新商报导